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舒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要來介紹一下這次剛新出的台剛球員 好 以下數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這次有更新這個台剛的EX卡片 那我覺得EX卡片我們這集就不多做介紹了 基本上EX就不是很強 所以我們就不講這個了 我們今天主要的主軸會講這個經典卡 好 那總共是更新了這邊的卡片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一張一張來介紹 我可以先講啦 有一個結論 基本上如果你要組台剛 就是對台剛有愛的球迷都可以入手啦 那如果你是因為經典 經典卡片 經典球員卡是可以給王牌用的 也就是像我這邊 像我這邊是23王牌 那就是我經典先不管這個年份是不是23 經典的我每一張都可以用 就是你的經典球員卡可以給 任何一年的王牌教練使用 那這個情況的話有些卡片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尤其是他價格如果有下來的話 你要撿便宜也可以 好 首先第一張是孫義生 那這張的話就跑壘特別快而已 這個雙打都不太行 所以就是有愛自己入手就好 好 接下來的話是季慶藍 一樣 只有跑壘比較快 一樣不行 我說的不行就是有愛自己入手 好 接下來的話是林嘉鴻 這個前三項的數值也不太OK 好 接下來的話是林獅祥 這張的話只能中繼 但他是一個中繼的雙曲球 曲球配滑曲球 這個蠻麻煩的 尤其是滑曲球 但他就是曲球配滑曲球 其他的球種真的是蠻少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環滑曲球 你再入手就好 不然我覺得不用 好 接下來的話是王子安 這張的話在先發 數值的話有點普通 他是之前的兄弟球員 那先發的話我覺得在手動上面 還是不太行 你就有愛自己入手就好 好 接下來的話是陳羽紅 這張的話球數56是比較慢的 因為他是下溝 那目前還沒有姿勢 然後這一張在先發 那明星賽還有一張在中繼 我會覺得明星賽這張應該就夠了 但這張的球種我記得跟他不太一樣 好 我們看一下明星賽 明星賽的話沒有那顆生卡球 那經典這張是多雷顆生卡 那這個部分 雖然說多雷顆生卡球 但我還是會覺得 除非你開體力回復 不然還是放中繼為主 那他主導的應該也是他的下溝 那就是等他的姿勢出來而已 好 那接下來的話是黃炳陽 這張的話我覺得數值上面也不太行 所以友愛自己入手就好了 好 然後是張兆元 張兆元的數值稍微好一點點 但就王牌教練來看 只有那個選球94比較高啦 其他都有點低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張友愛再入手就好 好 接下來的話是許玉銘 這張數值就相對比較好 前三項有9185跟86 然後球數65 球種也不錯 是這個阿福的配置 所以這張的話我覺得是這次中繼投手一張 還算可以 就是還算可以練的補槍 所以這張是可以入手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夜寶地 那這張的話就是 數值上面沒有很OK啦 只有跑得比較快而已 所以這張也是友愛自己入手就好 好 接下來的話是無明虹 無明虹一樣數值不是很OK 就都在80級 這次比較多偏向這種概念卡 數值沒有到真的很頂啦 就是前段的還OK 那後段就是會比較偏向是友愛向的 好 黃傑西的話一樣 數值沒有很好 基本上前三項都沒有到85啦 好 接下來的話是謝寶奇 這一張的話再先發 那球種有點少 所以我會覺得一樣是友愛向的 好 一樣大家想的話 球種還行 然後他在中繼 所以這張如果你喜歡的話是可以入手 但數值上面沒有很好啦 接下來的話是黃伯瑞 那這張的話球種我覺得有點偏少 但他是一個先發中繼的雙S 我覺得球種有點少 然後這個美之四加上數值普通的情況 還是會比較偏向是友愛向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黃紹瑞 這張的話我覺得數值不太OK 接下來的話是無幼城 這張的話球種稍微比較多一點了 但他在先發啦 比較可惜 所以一樣是偏向是友愛向的 好 真程左的話就雙S 但數值比較普通 就差不多只有80 父親而已 那一樣跑雷跟選球比較高 王伯瑞的話就一樣 只有跑的比較快 跑雷96的一雷手S其實也不多 好 陳一軒的話 球種上面 是這個朱俊祥的球種 有點偏單想啦 但他的球種我覺得還算可以 那數值部分的話也還合格 所以這張你要入手是可以的 好 紅尾翰的話數值這個力量不太OK 傳球也不太行 所以友愛向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杜嘉明 這張的話力量就明顯的比較好一點 有到90 其他數值的話就普普通通 然後他的三壘手臂平價只有A啦 所以我還是覺得是友愛向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真子佑 這張的話數值就稍微好 一點點 但就只有一點點 還是不OK 然後是遊擊手 然後遊擊的話是S 一樣 有愛向的 好 接下來的話是陳偉浩 這張的話是CP 那球位有到93 但球種太少 所以我覺得不OK 好 陳柏青的話 球種是一個 就是剛才的這個 曲球配滑曲球 只是多了一顆卡特 那他在先發我覺得還好而已 好 那另外一張的CP是王毅震 王毅震的話我覺得球種也是比較普通一點 數值上面還行 但我還是覺得友愛向的 最後的話是藍銀倫 這張左外也只有A 然後是DH 數值是這次相對好一點點的卡片 還是友愛向的 所以結論我會覺得 基本上都不太需要入手 會比較偏向 這次會比較偏向是友愛向的 就是你想要提前先組台鋼的話 可以讓你體驗的感覺 在強度上面我覺得就 還好 真的就是還好 那真的要講的話 我會覺得像這個 許玉銘的球種還有數值 其實還不錯 然後可能下鉤的陳宇宏 配上 雙區的林思祥 好像就沒有了 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那個 陳一璇 就是其他就 真的比較友愛向的 好那今天這部就在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學人問問知道 藍人包就是友愛自己入手 好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拜拜